预算不足,但还想要速度与机型 并且还要油耗D,并且颜值也要高 有没有这种车型呢? 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你 有的,都说鱼和穷掌不可兼得 以下这三款车型他们都具备了 入手非常的划算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本田C域外号法拉域 起优点动力强,油耗D 并且能够秒天秒地秒空气 虽然网上是这样说的,但也要切合实际 它排量毕竟只有1.5T 如果不改装基本上很难有这个效果 马力能够达到182,鸟距能够达到134 再加10.3的压缩比以及CVT变子箱 动力也是比较强,油耗也是比较低 再也就是外观方面更加的运动 横穿的多格中网再结合车身腰线 不过我个人感觉10代思域更为经典 而9代思域则是被称为二奶车 安全性比较高,但是各有各的优点吧 这款车长头4米548,轴距2米735 空间方面也是比较宽敞 底盘还采用了独裕悬架 不过说实话,当你60马过弯的时候 操控明显不如马自达 并且车内的噪音过滤的也有点说不过去 内饰方面也是比较拉胯 跑高速的时候会比较刺耳 不过有缺点那也是有优点的 车内7个气囊,被动行人保护 前方碰撞也紧,可变转相比 随便拉出一个配置都是很良心 可以说这款车真的是既坚固了速度与激情 还能够满足家用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二款领克03 这款车也是A级车里面的性能车 对标的就是法拉玉 凭借着强动力、高颜值 也是服务了不少年轻消费者 动力方面,马力181,扭矩290 更是人送外号公路小钢炮 而它有一款三缸机建议就不要入手了 本田的三缸机都卖不出去 更不要说这款车了 而它的2.0T版本价格又太高 明显超出了我们的范畴 现在官方制造价137,800的R56,800 价格也是比较亲民 所以说只有它的149,800的版本比较合适 优惠完以后只需要139,800 只不过头部和尾部的夸张造型让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要我说这就要人者见人,智者见智了 我看着还是很不错的 三价车内偏向一侧的驾驶座舱 也是比较让人提起驾驶欲望 而要知道领克单独出来成立一个品牌需要多大的勇气 不过好在它成功了 并且现在越卖越好 车长达到4米684,轴距2米730 不仅空间宽敞 安全方面的配置相比入门级版本也是几乎满配 只贵出了1万 个人感觉还是很划算的 三价360,车侧盲区,前后驻车雷达,540度透明底盘 L2级别自动驾驶 这都是入门集成给不到你的 车内12.31寸的翼金一表,12.31寸的中共屏 前排无线中,翻毛皮座椅 厌费力士的音响,这个版本真的是很划算 就单说这个配置也是值不少钱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三款别克微朗 外观方面充满了浓浓的战斗气息 辨识度也是比较高 现在官方是到价12万8,900到15万8,900 让利能够达4万,裸车现在只需要88,900 这款车在价格方面相比以上两款略微便宜一点 不过我更推荐入属它的158,900的GS齐峰版 优惠完以后的价格是11万3,900 搭载了1.5T发轮机184的马力250的扭矩 匹配CVT变速箱 零摆加速能够达7.7秒 实测是在7.58秒 在这方面它丝毫不属以上两款 并且白米自动是在36米 可以说只要跑进38米以内 那么它的刹车系统就是合格的 千万不要像东风风光580那样刹不住 脚踩到刹车踏板上面比较柔软 很容易给人一种刹车失灵的感觉 百公里油耗低至6.6 养车成本也不高 车内的用料和材质也是很厚荡 大面积的真皮进行包裹 而且车机大的双10.25英寸的大屏 再结合车带智能系统 能够给到你更高效的出行需求 虽然定位是紧速行车 但是它也兼顾家用 尤其是动力强劲 空间宽敞 车长4米688 轴距2米7 也是拥有着月级的尺寸 对此你会入手这款车吗 以上三款车型表现的都是比较全面 你更看好哪一款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